桃园市牧易生态博物馆去年底成立物产小铺 集结、烟字、饮品、文创小物呈现大西在地风味 为了让店面更加丰富 营运团队举办了展售商品整选活动 提供业者贩售平台 大西物产小铺去年底营运是牧博馆唯一设立的展售商店 以在地物产以及永续环保为概念 提供各产业交流和贩售的空间 像是烟字师以24节气为发想 制作出烟字饮品 还有文创业者制作的贴士春联 为了丰富场域 最近举办展售商品征选活动 希望第一阶段目击的方向 就是住在大西的 或者是说你虽然人没有在大西 但是你的商品或者你生产的物件或者你的服务 是有大西意向的团体都可以来参加 号召更多合作厂商希望增加物产小铺的吸引力 同时对合作厂商也有利多 这里提供优于市场的合作模式 每贩售一项商品可以拿到七成的销售额 销售这个环节里面 在这个一般的市场上有很多的合作模式 那有一种合作的模式就是商业的 他们是五五分账 就是上价费就是百分之五十这样 那我们因为是在地的一个空间 所以我们就希望比较多的可以回馈给这个 我们在地的伙伴这样 所以我们是以七成净价的方式 那就是说比如说有一个一百块的一个商品的话 一包菜如果是一百块的话 那那个我们的伙伴就可以拿回七十块 那其他的三十元就是我们的这个平台影运需要这样 甄选报名时间到三月七号下午五点截止 评分项目包括在地性永续性故事性等 结果将公告在目博馆网站 所况的有一个偶面 就是三十元 二十元 damaging 赶紧 偶